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小鸟的笛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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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是葫芦同学 他扔得怎么样 还是看我聪明人的 同学们 新的吉尼斯记录即将诞生 请注意看 这次是葫芦的 不行 葫芦 这样谁不会 聪明人 为家作业都已经布置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传统的作业方式急需改革 诸位请看 近期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 怎么把作业本全做满了 秋秋 你最后答案是多少 A加W等于X方加H方之和减去D的三次方之和减D的三次方 没错 太好了 超死了 电脑还会有错吗 同学们 你们看 这是跳龙同学的作业本 我很感动 他用了109种方式来解答一道简单的题目 这种学习态度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而且答案完全正确 殊途同归 像电脑里出来的一样 老师 您说的太对了 呼噜同学 请严肃一点 跳龙同学 这些难题你回去琢磨琢磨 聪明人 学什么都聪明 跳龙 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 这是万物一失的 我觉得你这样做很不好 有点像 像什么 像骗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No 尊敬的秋秋小姐 现在还有哪个伟大的科学家不再使用电脑 再说有了电脑还要这么费劲的去心算和比算吗 愁死了 同学们 请你们仔细设想一下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假如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毫无意义的比算和心算上 那么哪里还会有伟大的发明呢 就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假如把时间都花在 真烦人 来 我的答案出来了 你们快来帮忙 这么多 真是超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尊敬的老师 这些就是您需要的难题答案 真难以想象 就昨晚一个通宵 不用 我昨天晚上十点以前就睡了 老师 真正累的是我们 这是应该的 跳龙同学 我唯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我要向校长建议让全体老师来批改你的作业 小龙 该从哪儿才开呢 这 我去问老师 看来就是一个通宵也批改不完 跳龙同学 你是怎么做出这些答案来的 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很简单 聪明的人总能想出聪明的办法 那还用说 是啊 我们都觉得他特别聪明 而且想法也超前 是啊 对跳龙同学 我们应该加深了解才对 跳龙 秋秋 呼噜 请你们一起到我办公室去一下 每人出一张牌 把四张牌上的数字运用四则运算得出二十四为有效 一加二等于三 三加五等于八 三八二十四了 这局我赢了 你们吃镜牌 一轮下来 谁先出光牌 谁就算赢 来 一七得七 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减四等于二十四 十减二得八 七减四得三 三八二十四 九减七得二 四加八得十二 二乘十二等于二十四 三八二十四 三十减六等于二十四 九减三得六 二二得四 四六二十四 哈哈哈哈 三十四 我的牌出完了 该你出牌了 知道了 快出牌 不要再弹桌子了 没用的 二加二等于四 七减一等于六 四乘六等于二十四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没有 四乘六等于二十四 科学家 快出牌 跳龙同学 看来你心算不行 这不是什么心算 这只是一种不好玩的游戏 也许你能在里面找出你做对了的那些难题吧 这 跳龙同学从不看题目 滴答滴答之间就把题目做好了 是啊 这么多难题 我怎么记得清呢 那好吧 你把这些都拿回去 明天我想看看这里面你没有做过的更难的难题的答案 好吧 我连哪些题还没做都不知道 当初要是把题目抄下来就好了 真傻 我不知道 计算机知道 让一下 卢位 伟大的天才开始工作了 有什么好笑的 伟大的事业总不会一番风涮的 走着瞧吧 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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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我出来 放我出来 乌鲁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停电了 这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不要着急 跳龙同学说 伟大的天才正在工作 就一堆白纸 跳龙同学呢 跳龙同学说伟大的事业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所以 让我来吧 跳龙同学 你可以出来了 不吗 跳龙 不要怕难为情 快出来 跳龙同学是非常勤奋好学的 人又特别聪明 他不干预永远用陈旧的方法来学习 但是他忘记了一点 虽然聪明人学什么都聪明 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老老实实 不能投机取巧 出来吧 知道吗 聪明人有时候也会犯糊涂 但他还是聪明人 是吗 但是我现在不想出来 为什么 我再想一个问题 什么 我也以为自己干什么都聪明 你们的智商远远不及我 现在我困在电脑里才知道聪明反备聪明物 聪明的人学什么都聪明 哎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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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